韩信是西汉初年的名将 而诸葛亮则为蜀汉丞相 众所周知 诸葛亮在蜀汉前期 曾多次带兵北伐 由于卫国实力的强大 加上诸葛亮自身实力有限 蜀汉的北伐最终失败 那么 如果将诸葛亮换为韩信 蜀汉是否可以取得胜利 韩信如果来到三国 且亲自指挥蜀军北伐卫国 蜀汉是完全有机会取得胜利的 理由主要有三 其一 韩信的军事才能要高于诸葛亮 诸葛亮虽然也可以称得上是军事家 但其和韩信相比 还稍显逊色 诸葛亮自身的长处在政治方面 而非军事 也就是说 诸葛亮并不属于专门带兵打仗的将领 而韩信则不是 韩信出身于航武 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韩信曾经暗度陈仓袭击张寒 被水一战大败陈渝就是很好的证明 诸葛亮本身就是文臣 其虽然有一定的军事才能 但仍有不足 这也是他为什么长期北伐 而不救的重要原因 韩信作为曾经的汉初三节 论军功 可以说是无人匹敌 其常常能出其至胜 韩信曾以三万老弱 大败陈渝的数十万军马 这可以称得上是经典战力 既然韩信有指挥以少胜多战役的魄力 所以他定然也会在北伐魏国的过程中 再次使用这一方法 就算不能歼灭魏军 恐怕也会给魏军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蜀汉有韩信指挥 也必然会获得出乎意料的效果 作为天生的军事家 恐怕曹真斯 马一等人也奈何不得 其二 诸葛亮和韩信的战争策略不同 我们知道诸葛亮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 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蜀汉每次北伐 才会选择步步为营 而非出其制胜 蜀汉自身实力弱小 要想统一全国 就需要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化被动为主动 取得完全胜利 而诸葛亮本人呢 因为暗部就班 所以每次北伐都被魏军挫败 司马懿正是抓住了诸葛亮这一弱点 才选择指手不攻 正是由于司马懿这个拖战策略 才最终耗死了劳而无功的诸葛亮 诸葛亮暗部就班 自然有一定的道理 但古代的战争往往却不仅如此 长期拉锯战倒霉的必然是弱势的一方 蜀汉自身的实力本来就弱 再加上其长年北伐 其自然大打折扣 韩信如果来到三国指挥蜀汉北伐 是能够取得胜利的 因为韩信本人就不是一个 按部就班的军事将领 他在与魏国的对峙中 必然不会采用诸葛亮 稳扎稳打的策略 韩信北伐定然是出其制胜 个人相信 如果韩信能够将他的军事裁略 发挥到极致 必然会彻底灭亡魏国 就算最后不能灭亡魏国 韩信也会使得魏国大伤元气 其三 韩信打仗无所顾忌 韩信本人的性格决定了 他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这样的军事家 往往让人猜测不透 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击败陈寅的重要原因 诸葛亮打仗太在意自己的功名心 而这种性格往往也会导致蜀汉三军受累 诸葛亮按部就班 没有粮草 蜀汉几乎就不能前进一步 这在诸葛亮前几次的战役中 有充分的体现 攻打陈仓 诸葛亮曾因粮草不足而放弃攻城 而韩信则不同 在战争方面 韩信虽说也非常注重粮草 但他却没有诸葛亮那么执着 韩信没有粮草往往也能取得胜利 而且是出人意料 攻打赵国 汉军就是只带了半日的军粮 在战术方面 韩信的确要比诸葛亮高明许多 大家对韩信是否能北伐成功都怎么看呢 欢迎下方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